这个的话你看非常的好 根据Mr.Funger设计出来的一张油管的一个视频封面 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 欢迎回到我 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来制作一下我们视频的一个封面图 视频的一个封面图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的流量的多少的话 跟你的一个封面图的点击率的话息息相关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封面图展现了100次 那如果你点击率是5% 你可以获得5个访客 如果你点击率只有1% 那你只能得到一个访客 所以说封面图在第一步的话 它就决定了你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播放量 怎么样的话我们才能做出一些比较高点距离一些封面图 那以往的话我们可以以往我们手动来制作封面图 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如今的话有了AI的一些加持 那我们可以制作出一些非常专业的 而且非常高级有科技感的一些封面图 那今天的话有风就来教大家 怎么样用AI的话来制作封面图 在制作封面图之前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理想制作封面图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到油管 我们打开这Beast Beast的一个手研 Beast Beast的话 它是油管上面的第一大网红 它的粉色素的话 它的粉色素超过了2亿 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每一个视频的播放量的话 基本上都是上亿的一个播放量 我相信的话 它的封面图一定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做 可以从它的一些封面图来寻找一些灵感 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的第一款AI工具的话就是 GPT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用GPT4O GPT4O的话是OpenAI开发的最新的一个模型 那它现在的话可以免费使用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告诉我说 油管上面粉丝数最多的5个博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最好的一些视频博主上面来寻找一些灵感 这里的话给出了我们几个频道的一些名字 我再叫它 请给我具体的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点进去了 比如说第一名的话就是这个T-Steros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2亿6500万 Beast Beast的话是2亿5900万 那它们其实相差的不是很多 那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些封面图的话 也可以来寻找一些灵感 那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 Mr.Beast我们刚才看了再看第三个 这个的话好像是动画的一个频道 动画频道我们可以直接跳过 那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也是一个印度 印度的人那边的话 因为他们油管的话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所以说它的粉丝量高 再加上它的人口众多 它的粉丝量高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第五名的话也是一个儿童频道 作为普通人的话你可以模仿一下 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表情 可以看到Mr.Beast的大多数的话都是以这种笑容 而且惊讶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封面图 可以叫GPT的话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到GPT 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它 我说以Mr.Beast的风格为灵感 帮我想出十个油管的一个视频创意 详细的描述了些 那这的话它会给你一些视频的一些创意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我可以翻译成中文 BeastBeast做这些内容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的话都非常的独特 100万美元做迷藏游戏 将无家可贵的收容者变成豪华酒店 那等等 从这些案例中 我们可以来寻找一些灵感 可以来多来看一下 当然的话并不是说叫你来做这样的一些视频 我们只是说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概内容的一个结构 让GPT的话来帮我分析一下它的封面图的话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特征 我给它提示也就是说Mr.Beast的视频封面有什么特点 帮我分析一下 我叫它用中文告诉我 Beast 它告诉我它有一些 比如说它的显著特征就是一个亮丽的颜色 夸张的面部表情 清晰的主题焦点 文字的话主要是一些初体大号的一个文字 我可以看到它这上面的话确实是一些初体大号 比如简单的一个文字 100个人 这里你看都不是很复杂 这上面的话 而且它现在的话也做也简单 基本上上面的话不会加什么文字了 动作场景 封面图通常展示动作 一次高质量的图片 道具元素 这里的话 AI的话已经帮我分析出它的一个封面图的一个 大概的一些特征 然后我告诉他 请根据以上特点帮我生成一张 而效果图16比9 因为GPT4O的话 它现在是具有视频生成的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直接叫他帮我们生成一张封面图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叫GPT帮我们分析出它的一些 大概的一些特点 再叫他帮我们生成一张效果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你看 非常的好 这个是根据Mr.Funger设计出来的一张油管的一个视频封面 它具有一下特征 亮丽的颜色 夸张的面部表情 惊讶 突出的一个主题 一大堆现金 大号的粗体 这个字的话 如果是英文的话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显示在上面 如果是中文的话 它就显示不了 目前来说显示不了 还有动态元素 背景有动作或者爆炸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可以 高分辨理和专业编辑 16比9的一个宽度 这种图片的话 效果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说你看 我们还可以叫它帮我们生成两张 这一张的话效果也是可以 这种封面图的话 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具有这种震撼的一种效果 如果你对这张满意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这两张的话效果都可以 连这张也是 高对比度 后面的话是大致 前面的话是这个 这就是根据Mr.Beast的风格 AA的话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的话 生成我们自己的一个 照片 那比如说我正在做一个视频 我的视频的话是关于一个AI的 那么可以继续来叫AI的话 帮我们生成的相关的一个图片 那么来试一下 那我给它提示是与是这样的 我准备做一个视频 内容是关于AI的未来 请根据以上主题 结合以上Mr.Beast的封面风格 帮我生成一张封面图 那么来看一下效果 这张的话封面图的话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觉得效果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说你对这张图不满意 你可以叫它继续帮你生成 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给它提示 我说中间的人物用 我可以来进一步调整它里面显示的那种 我会告诉他 我说中间的人物的话 用人像摄影风格 需要真实亚洲的男性 把中间的话改成一个 大概亚洲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这种人的这种风格 把中间这个人的话改成亚洲人的风格的一种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的话你看这里已经做好了 效果还是可以 因为它戴上眼镜的 我们还可以叫它人物不要戴眼镜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GPG4O的话 它非常非常的智能 那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一个人 或者它对话 给它提出任何你想要的一个要求 但是的话这次的话 它还是帮我们 但是的话这次它还是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戴眼镜 可能有时候它也会失灵 不过的话大家的话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如果说你想在其他AI工具里面 那用同样的提示语来生成这样的照片 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下效果 但是我们需要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提示语 告诉他我说你生成了一个照片我不满意 请告诉我这张照片的一个提示是什么 我用其他AI图片生成工具试试 那这个时候他会把这段提示语的话告诉我们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我们用其他AI工具来生成试一下 现在的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那有免费的有付费的我们今天都来测试一下 今天我用到的这个免费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叫做IDGOGRAM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提示语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 但是同时我也会用建在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Mijerni也同时来生成一下 但是Mijerni的话它是需要付费的 这个图片的一个特点就是效果的话会比免费的话可能会好很多 等一下的话我们来对比看一下Mijerni的话 它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大概的话 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是200块钱一个月 那如果你觉得贵的话 就在视频下方提供了一个Mijerni的一个合作按钮 只要几十块钱 大家可以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那你可以去合作一个来感受一下 免费的也很多 我们先免费的来试用一下 我们把这段提示语粘贴给它 粘贴它以后的话 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显示比例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比例 我选择一个16b9点击一个生成 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同时的话因为它这里生成需要时间 这里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用ideo这个工具 帮我们生成的一些封面图的一个照片 这是第一张 感觉效果都还可以 你看这里 除了人长得丑一点的话 其他问题不大 接下来的话我们用Mijerni的话再来尝试一下 Mijerni的话它是运行在这个discord里面 当你在使用之前的话 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下载这个discord 同样的提示语的话 我们打开Mijerni以后的话 它的格式生成是这样的打一个斜杠 我们这里输入一个imaginepro就是第一个 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粘贴进来 后面这一句目标 后面再打一个横杠横杠 AR后面的话改成一个16b9 这里的话需要我们手动设置一下 然后发送给它等一下的话我们来对比一下效果 如果这几张生成出来的效果不满意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再来重新生成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AR生成工具的话它每天我们点击这个啥按钮 它每天的话可以生成25 它每天的话可以生成25次 每给它一次提示语生成一次的话 它会消耗一次 总共25次 每天能生成25次 这一次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效果其实都还可以 这个人处理起来我感觉不是很喜欢 因为这个人不好看 这个人确实不好看 好 Mijelly的话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 它也帮我们生成了4张 1234 Mijelly的话它也帮我们生成了4张 如果你觉得第一张满意 你可以点一下U1 它会帮我们把第一张的话给放大 我们点击一下它 如果你喜欢这张照片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浏览器中打开 点击 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放大一下 这是它帮我们生成的 你觉得这张可以 你点击右键保存这个图片 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 当然这个工具帮我们生成的 你如果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来把它保存到我们电脑上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 我也同样点击右键 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保存到电脑上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步 我们把这个脸换成你自己的脸 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会用到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它可以在线的话帮我们换脸 如果英文不好 我们会点击右上角 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改成一个中文的一个简体 在线免费AI换脸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AI换脸 我们来点击这个立即换脸 它也可以进行一个多人换脸 还可以进行一个视频换脸都可以 我们点击这个立即AI换脸 左边的话上传我们的一个目标图片 就是我们刚才用AI生成好的一个图片 右边的话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脸 我传了我自己的一张照片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一下换脸 这样的话大家给大概就换好了 来看一下 这就是把我的脸换上去以后 大概的一个效果 有一点点像 还是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换一张来 比如说我们把这张的话来换一下 随便找了一张 右边的话是我的脸 点击一个换脸 这里换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换好后的脸 用我的脸换上去的一个效果 这是它原始的一张脸 这是换好后的一个脸 感觉还是有点像 还是有意思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种照片原始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试一下 把它换成我的脸 点击换脸 这个的话已经制作好了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 这是换脸后的这张图片 这是原始的一个图片 我觉得的话还是真的有一点像 可以 这个真的可以 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多去研究一下 希望的话有风今天的分享的话 对你有所帮助 有所启发 现在的话有了AI的一些加持 让我们做封面图的话 简直是非常非常简单 相关链接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打开这些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封面图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的话可以 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 多去尝试一些不同风格的一些封面图 对你来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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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